我們終於要去抱寶寶了 大家猜猜究竟在韓國 私家醫院生寶寶是要多少次 來到第四天 我是昨晚一整個給這個 好像M痛的子宮收縮 還有傷口痛折磨 我昨天真的到現在都是 其實持續不斷有一種 我之前來M的時候那種 隱隱藥藥的痛 那種痛又未至於一下令你死亡 但是它是不斷令你很不舒服 痛的時候玉奶奶也有叫我 不如叫人上來打針 因為他們的姑娘也說 如果你痛的話 其實隨時可以叫他們上來打針 但是第一 我就不肯定 究竟那個消炎止痛針 是否可以對抗我這個子宮收縮的痛 第二就是 我又不是很想依賴到這些針 我很想盡力靠自己意志去忍過它 因為其實我平時 我從中學開始到現在都是一直會很嚴重的M痛 可以不吃藥的時候我就會盡量不吃藥 我會盡量死頂那個體力 現在我又是開始進行這個死頂模式 盡量叫自己吃得咸抵得渴 但有時候這種想法其實無形間都是給了壓力自己 令到我自己覺得好像很沒用 為何我去經歷不到這種痛呢 為何忍受不到呢 為何我不可以無視它直接睡覺呢 今早起床的時候我就想 如果太痛的話我就真的會找人來打這個屁屁屍原針 Anyway 今天其實有一個很開心的事 就是我們終於要去抱寶寶了 其實它是有一個餵捕人奶的教育 還有其實昨天玉奶奶她媽媽有打電話給我們 她就問我 現在開始焗奶了沒有 她有教我如果我有焗奶 就要怎樣去儲起那些奶 但問題是完全什麼感覺都沒有 我沒有說很脹 沒說很痛 她就說好像你來M之前 腫脹那種痛 但問題是我平時來M我也沒有這種感覺 我就不肯定我自己會不會有人奶的出現 剛才做餐的時候其實來了一份海大湯 但我就跟自己說 如果我自己真的覺得認住認住 覺得真的有影響的話就不好吃了 我最後都真的覺得其實坐月這件事 是很根據你個人的舒服去選擇 因為你身體的自然反應 其實有時候就是會幫你做一個適合你自己的選擇 如果你覺得其實都好像挺好吃 看下去吃去沒什麼 我覺得你可以自然吃 相信我自己身體發出的一個信號 剛才我看到海大湯之後 我喝完之後覺得好像引起了一點點M痛的感覺 是不是真的太寒涼呢 如果我認住認住有些不舒服 有些不安 那我不如這幾天就不要吃了 最新很多人質感 絲絲絲'D 來不會重量 親密看人的話 親密看人的時間 親密看人的話 親密看了 親密看人 image 親密看人 dubbed 親密看誰 親密看 哇糟了我現在鼻紅了 話說我剛才早上吃完東西打完燒完針之後 我剪了一陣片 然後我就開始眼睡 因為終於好像沒有那麼痛 然後睡得著 因為他做了一個夢 夢搞到我很想哭 然後我起床的時候 突然間賀爾蒙大爆發 不停在流眼淚 然後Jay也很擔心 為什麼哭 但其實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夢搞到我有點傷感 我就跟他說純粹應該是賀爾蒙的關係 所以搞到我哭 但我說不行了 我們要下去見寶寶 所以我不可以腫 想著拍張漂亮的照片 現在怎麼辦 糟了現在下來發現 好像只有媽媽可以下來 應該不是像我們想像中一樣 可以一對一這樣對著寶寶 現在要跟大家整理幾個情況 首先就是我剛才11點半 其實要下去上一個餵人娜的課堂 那個課堂其實就是 跟全部媽媽一起 他們就會把嬰兒抱出來 給你餵人奶 那我就在想 可不可以有些方法 只是我們兩個讀處 他就說 一會兒可以申請一個 母子同室的時間 其實剛才Jay看 原來第四天 本身就會有這個時間可以申請的 姑娘真的很乾執 他很遲場地跟我說 因為這樣啦 11點半再下去 另外教一教我 然後我們可以申請 母子同室的時間 他們就會抱寶寶上來 我們會獨自跟他相處五小時 一會兒還有一個出院的教學 這個本身只有媽媽一個人去進行的 這個本身是獨自禮營的 天啊 這個本身滴服飴 太快當中 加了狀king得了 這個本身會isi料理 如果有人在病室,就在病室,就在病室 就在病室,就在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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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好,好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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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寶寶寶 有6時多久 就開始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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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快點 你懂不懂了嗎? 你不懂很可惡 等於你 不能 你們想知道 這星球 這四zza 怎麼怎麼樣 東西 我愛妙 不好意思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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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pek帆 你到底能往上握呢? 我把你的頭支握上去 你会把手摸得很快 哎呀,哎呀,哎呀 isha的手摸你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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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把手摸你 你不安 face我�不太想 Istvang 我少了 你自己在我身上我你不不不知 我撕了嗎? 不是不用,不會 我不就這樣 你把手摸你不覺得不擅長 我讓你不放鬆 好 不再 我看看 大牛奶 接下來 Budget了 它很不壯 0 趴小姐 飓allo 你 tule 果然 滾 我… 就不吃了 我看成功了 我怕死了 你好 怕死了 我怎m在乖 我卻在乖 啊 我才做了 我卻不知道 你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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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第五天 今天本身就是出院的一天 所以我今天是特意化妝 換了衣服 還有早上也去見醫生做最後的檢查 還有做出院的手續 交了所有醫院的費用 本身做完這些手續之後 我們就是直接去月子中心 但是因為月子中心最後都不可以如期入住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還要在醫院那裡待機兩天 其實月子中心要待機這件事 一早已經有定心理準備了 因為即使你在很早期去預約的時候 你跟他說預產期什麼時候 就算是那段時間會留了個位給你 他們都不會exactly告訴你那一天你就可以入住 因為其實生仔這件事會有遲有早 有些人是早了checkout 有些人是遲了checkout 所以變成你入住的時間其實都是很浮動的 結果我們前幾天打電話去月子中心問的時候 就有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 壞消息就是不可以如期入住 就要延遲多兩天 但好消息就是他們是upgrade了我們去一個最好的房 其實我們這兩天都是可以好像昨晚那樣申請這個 魔渣同事 但是經過了昨晚之後 我和玉奶奶都說 我們都是去月子中心先做這件事 因為其實月子中心 24小時你什麼時候想抱BB呢 他們都會讓你抱的 所以她就說在我們 真的未熟悉怎樣照顧BB的時候 我們不如這兩天都不要申請 我們去到月子中心 接受了教育我們才去照顧BB 因為其實昨天 你知玉奶奶她是多f 她看到BB哭的時候 她真的很sorry 真的不知道怎樣去照顧她 然後我們第一時間其實是餵了奶 她是有成功飲度的 其實她很乖 而且是我幫她掃風 竟然第一次成功了 她又挖出來覺得是成就解鎖 但是她沒多久一躺起來又哭 我們不知道她究竟要我們抱還是怎樣 然後到最後最後就打電話下去求救 就問其實她這樣哭是什麼意思 她們就教了我們的方法 如果你碰她的手 她的手方向是向著嘴 就代表她肚餓 我還想吃多點東西 所以最後我們就再餵了 剩下的奶粉給她 她真的吃光了 然後就分得很軟 經過了一輪手忙腳亂的 新生嬰兒第一次照顧的體驗之後 我們兩個都很筋皮力盡 但是昨天其實是一個既手忙腳亂 又感動的第一次接觸 我沒想過玉奶奶是會無端端在抱著 她睡著了的時候哭 我當直的反應其實就是在笑她 說你幹嘛哭啊 但是其實我現在自己一個人想起的時候 我自己都眼濕濕的這件事 所有事情都是第一次 而且來得很突然 那一刻有點不懂反應 但是當寶寶走了之後 我還看回照片 再沉澱心情的時候 其實回顧這幾天 都真的覺得和玉奶奶是經歷生死的感覺 因為在韓國醫院生產 我的監護人又只有玉奶奶一個 有了小朋友之後 變成了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隊友 所以我覺得這幾天我們是有了一個 更加深刻的共同回憶 一個很重要的 話說我今早還沒去交了所有住院的費用 大家猜一下 究竟在韓國一間私家醫院生嬰兒 是要多少錢 我首先就說了 我覺得這間醫院 我會不會再過來光顧 如果真的有第二胎 其實我覺得我是不會再過來這間醫院的 第一就是因為我現在是一個很J的人 很不喜歡一些不能規劃定的東西 就是好像你們旅行的道理 你們都會想預訂所有東西 但是我現在入院這一下 我竟然不可以預訂單人房這件事 這件不穩定性 是我覺得令人很panic的 第二就是這裡的設施 我覺得不是說不好的 其實它也翻身了 其實so far的設施我覺得是ok的 但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問題 停車的問題 他們這裡停車位極度不足 不要理其他的問題 最基本說一個醫院要有的東西 就是醫生的專業性 他們的設備 衛生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其實我看院長 我相信他是很專業的 不過他其實不是那種 會很詳細地去解釋給你聽的人 其實每次我的影片 出很短的院長片段 就是因為說的話真的很少 我們其實兩個都是新手 我預期醫生 都會詳細講解多一點 有很多事情我都會問醫生 我雖然每次都有準備一些問題 但其實他的解答 都是非常精簡 可能因為我比較不是那些高危產褲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健康 上面需要煮的東西 所以其實他沒有特別 提醒我很多事情 反而照結構的姑娘 或者是在外面的姑娘 他們還會跟你說得多很多 關於生產的知識 我雖然是很相信這個醫生 但是不是說真的掌握到很多資訊 這件事令我覺得有一點可惜 但玉奶奶就覺得ok的 因為他說其實他最重要不是幫你看靜的部分 而是他最後開刀 他是因為真的很有經驗 所以傷口怎麼開得好一點 他也是很快速完成 而最後其實我也蠻感謝他的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很有火的院長 表面上看他很冷靜 但有時候有些東西觸動到他 他是會很火爆的 我們有定一個時間想生產 很記得我被人推進去之前 他是有說那些人 為什麼你們還沒準備好 那個院長是很準時的上來 但是沒有人準備到 所以他很生氣 另一個問題就是火食 大家可能第一次看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挺好吃 都很多拌菜 因為韓國本身就是很多拌菜 所以你看到拌菜不代表什麼 我想全世界醫院飯都不是特別好吃 就是不會無端端捧一份龍蝦給你吃 但是我有見過一些醫院的擺設 感覺上好像是比較好吃的 這裡他就比較沒什麼誠意 他每一餐 他真的沉默夠膽死 是整天都是吃海大湯 所以我們最後都是有時候叫玉奶奶 去幫我買個KIMPUB上來一起吃 但是說了這麼久 這個這樣的Service 它是什麼價位呢 我自己本身的估計 我覺得200萬W左右 根據我們做很多Research 其實都差不多是這個Range 因為韓國有國民保險 本身醫療福利上面 其實洗費都是比香港便宜很多的 開刀是會比順產貴一點的 應該貴一倍了 順產是很便宜很便宜 因為今天玉奶奶要去首爾做Color Test 所以她一早就出去了 那我就自己做了這個出院的手續 我就叫她猜一下 你猜一下我們這次住院用了多少錢 一開始是猜150萬W左右 但是我說不用 猜140多萬W 120多萬W 我都說不是 我們總共計算了所有東西 是99萬5千多W 對香港人來說這個價錢是超級划的 但anyway這次都很順利的 到過了這段時間 哇 下午這頓好像突然美味了 它有炒車 我最喜歡的炒車 還有蛋 芽菜 我最喜歡吃的芽菜 有肉啊 很開心 要更正一下這裡的火食 其實它不是沒有味 但是它是有點怪味 以這條魚為例 我開始看到它 烤魚挺好吃 但是吃下去有一點腥的 這個是最好吃的 跟大家說 這個豬肉是最好吃的 但是絕對不是你們想像在韓國餐廳吃到那種豬肉 清淡是OK的 其實我本身也吃得很清淡 但是這裡的味道 它好像想用其他東西去代替那些調味料 但是又不知道它用了什麼 所以吃下去的味道 是怪怪的 之前有一碟菜 每一次上來都是有一種酸酥味 好像 壞掉的味道 我剛才做了一件人生第一次的事 人生第一個 初遇 虎煉那邊 那個已經很像我 但是 我們終於可以check out這間貨 一起移動去月子中心 你好 你好 雞肉不太平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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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